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8月20日讯 记者邓正可通讯员杨雅明 8月19日由陆阳王红卫监制 秦海燕编剧并指导 佟丽娅吴玉汉林贤主演的电影 我经过风暴映后见面会 在长沙欢乐芒果影城举行 导演秦海燕与主演佟丽娅 谢新华来到现场与观众交流 影片中许敏 佟丽娅是 在职场上是事业有成的女强人 自信又独立 但是在生活中 她经常被丈夫陈军拳打脚踢 精神控制 最后在律师李小萌 王尹路士的帮助下 与小心谨慎不留证据的丈夫 冷漠之一的外界声音艰难抗争 最终走出家暴深渊 活动现场 影迷争相提问 当影迷问及在家暴中 面对一些外界的不友善的声音的时候 应该如何自处时 佟丽娅回答 首先要勇敢坚定自己的内心 在这个社会中一定会有很多难处 会有不被理解的时刻 我们这个电影不是为了让大家恐婚恐欲 而是爱自己 保护好自己 这样才能更好的去保护自己爱的人 同时我们也应该对身边的人多一些关爱 不要成为冷漠的邻居 对于饰演的角色许敏 佟丽娅也有自己的理解 其实大家很普遍的认为 那些受害者就是家庭主妇 你理解的弱者就是家庭中弱势的一方 但是许敏是一个高知女性 看起来强势的女方 其实却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这个人物一开始就有一种天然的 有口难辨的无力感 她抗争起来就会更为艰难 但不管如何 我们还是要努力穿越风暴 成为自己导演秦海燕针对家庭暴力的核心 提出自己的看法 家庭暴力的核心可能是一种控制方式 它是一种错误的爱的方式 我们是希望大家用一种健康的方式 去挨主演谢新华表示 我们老是劝女生保护自己 其实我们应该也要对男生说放下你们的拳头 每个男生在喜欢的女生面前 应该是挡风遮雨的骑士 在相处的时候做到情绪稳定 这是非常重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